专台湾博智隆都督着欠罪问题 有些关系开始是4.5-2出息 对民众的生活来说一定的造成不方便 为了比方影响民众生活 台南区政区这次在罪100万中来进入制度 而且还宣布这个月26号开始 用英地施查到停止凶罪 希望广东都过难关 台湾博智隆都50年来 最严重的大博全民赛水大卓赞 台湾地区最近也已经进入 转移来减量的阶段 为了要鼓励大家的资水 台湾市政府刚才是基盘 资水的选择会 向大家分享新水的方式 经市中的含主来水公司 却调来减压减水 另外也这一出鼓励的制度 好用大家的资水做资水的出示 各大水库的蓄水量都剩下个位数了 有的只剩下2-3% 那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那水还不来 那不能够没有办法开源 那只好用节流的方式 那所以说我们特别来 新极工业区服务中心跟厂商宣导 这个节约用水 我们奖励这个民生用水 能够只要五六月份的这个水费单 比三四月份的节省三成以上 那这个我们不用抽奖 只要排前六百名 每一户都有一千块的等值的这个礼品来赠送 在参与的当中是会没有要请摄水机油的青春 来分享他们如何考虑 饮水的机器和回收水的输用 就是希望能够加速摄水的好够 但是政府也希望大家可以让摄水 真正是专门的运动 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记者的行为安南区彩虹不得